这是男女之间才懂的小游戏 只见男人温柔地给对方戴上手铐 戴其双手全部靠街时候 男人准备进入正体 突然楼下汽车传来警报声 男人把对方留在原地 自己来到楼下查看情况 殊不知 在汽车后面藏着一个暴徒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被靠在楼上的女人看得真气 他想要提醒男人 却无济于事 暴徒突然窜出 将男人打倒在地 接着抬头看向女人的方向 女人名叫琼斯 拥有傲人身材 他没有什么正规工作 靠着卖肉维持生活 却总梦想的能傍上大款 这天 他被一名顾客粗暴对待 琼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才挣脱束缚 逃下车来 警长杰克带着手下在路上巡逻 恰巧碰到这一幕 杰克一招英雄救美 成功走进琼斯的心里 一来二去 两人互生情愫 得知对方家财万贯 琼斯当即成了对方的地下情人 杰克其实已有家事 并且岳父是个有权有势的农场主 可以说 他们家人过着锦衣玉石的生活 然而 杰克不甘寂寞 背着家里人搞外遇 每当妻子打来电话时 他通常都以工作为由搪塞过去 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 杰克和琼斯见面次数很少 所以想要约会 只能前往这栋天原隐蔽的别墅 而且为了安全起见 杰克会事先制定一系列方案 甚至会派出自己的司机 将琼斯悄悄带到此地 这天 司机开车将琼斯送到别墅 临走时 还将大门用铁链锁住 琼斯没有多疑 来到屋内 他不断呼唤着杰克的名字 对方始终没有出现 琼斯也没闲着 独自一人来到泳池 玩耍过后 听到室内传来钢琴声 他闻声而去 看到杰克正在弹钢琴 优美的琴声 将现场的氛围推到高潮 两人随即缠绵在一起 然而这样的美好时光还没过去多久 杰克的妻子打来电话 询问对方什么时候回家 杰克再次搪塑过去 可对方表示 在来的路上 完全都是按照杰克的指示进行的 不可能会被其他人发现 杰克这才放下心来 吃饱喝足 两人准备步入正体 没想到 一位不速之客突然出现 这名暴徒先杀掉杰克的司机 接着制造出汽车噪音 将杰克引诱下来 他趁对方不备 从身后偷袭得手 琼斯被吓得不轻 赶忙翻身藏在床下 这时 暴徒看到楼上有亮光 于是向着卧室走来 就在他经过床边时 琼斯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这一下 彻底暴露他的位置 琼斯激烈反抗 在挣扎过程中撞晕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和杰克都被暴徒控制 这名暴徒有些神经质 他满脸是血 犹如从地狱中走出的恶鬼 琼斯被吓得惊叫连连 暴徒健壮 立刻压在琼斯身上 然后看向杰克 让他说出女儿的下谋 原来 暴徒名叫阿荣 他的老板和杰克岳父是死对的 有一天 阿荣遭遇一群蒙面人的袭击 对方不由分说 将其老板和自己的孩子绑架 他势单力薄 根本无法与这群手持冲锋枪的蒙面人抗衡 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们被绑架 后来 绑匪们要求巨额赎金 老板有钱 他能支付得起赎金 成功将孩子赎回 但阿荣是个可怜的打工人 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阿荣想去找老板求助 然而对方始终闭门不见 阿荣在门口挨求一整晚 警察看不过去 以扰乱治安的罪名 直接将其拿下带回警局 此时的杰克满脸是血 却依旧没有将阿荣放到心上 他认为岳父是幕后黑手 阿荣的所作所为 不过是听从对方的命令罢了 杰克在结婚之前 就见识过岳父的平行 那天晚上 杰克带着准岳父 行驶在通往农场的小路上 并且说了许多富有哲理的话 杰克那个时候还很年轻 没能领悟其中的真谛 岳父让他在前方停一下车 这时 从树林中钻出三个男人 他们手持武器 看上去非常凶狠 杰克准备做出接敌姿态 岳父却说这是自己人 于是让杰克回避一下 他们有要视相伤 杰克不敢不从 他来到车尾 想要偷听对方谈话 不过对方说话声音很小 杰克什么都没听见 不一会儿 岳父让杰克上车 并紧跟对方的步伐 杰克心生好奇 询问刚才在说什么 岳父表示 一会儿你就懂了 当汽车转过拐角 来到岳父的农场时 只见刚才三名男人 对着农场看守重拳出击 不一会儿 农场便陷入火海之中 杰克不明白岳父这样做的目的 对方表示 他最近见农场守卫太过懒惰 所以才出此下策 好好教训他们一顿 至此岳父在杰克心中 留下一个充满谎言的狠人形象 所以杰克认为阿荣的出嫌 是岳父的杰作 目的就是为了教训自己出轨 但对方不会痛下杀手 毕竟 没有哪个父亲 希望自己的女儿守活广 但是穷斯不信 因为阿荣已经干掉司机 想到已经闹出人命 穷斯立刻崩溃痛苦 他不相信杰克的话 随即决定采取自救 穷斯谎称自己见过孩子 但要求对方放自己一条生路 他带着阿荣来到餐厅 表示之前曾在这里见到过小女孩 阿荣听罢 掏出照片 询问是不是这两个 穷斯急于肯定的回答 接着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 和你的女儿一样 也被绑到此地 但至于女孩们现在何处 穷斯是一问三不知 阿荣不信 因为在来之前 他曾找到女巫进行占卜 对方通过巫术 确定孩子们被困在这里 并掏出证据给穷斯看 他按照女巫的说法 向着目标方向 走了整整四十天 费尽千辛万苦 最终 看到当时绑架女儿的蒙面人 也就是杰克的司机 所以他确信 自己的孩子就是被关在这间别墅之中 阿荣越说越激动 耳畔甚至传来女儿求救生 穷斯趁对方分神之计 抄起酒瓶砸了过去 然后扭头就跑 气急败坏的阿荣 得知自己上当受骗 忍着剧痛追上穷斯 双方扭打在一起 穷斯一不小心 从楼上跌落下去 阿荣不懂得怜香惜玉 他抓起对方脑壳 狠狠撞到墙上 没想到 这一下竟触动了墙壁的机关 只见一条密道 缓缓出现在众人视野之中 阿荣来了精神 他确信孩子们就藏在其中 随即将杰克带到跟前 让他打开密室里的密码锁 杰克也不知道这里竟然还暗藏玄机 似乎这一切与自己的岳父无关 到自己的孩子 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所以穷斯想劝说杰克 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不过随着谈话的不断深入 穷斯发现更多的疑点 阿荣是徒步四十天才找上门来 穷斯也有足足四十天没有见到杰克 而且根据杰克司机的说法 对方应该是在别墅中等待自己的 但他却等了许久之后 杰克才出现 种种迹象都显示出 杰克有可能是绑架阿荣女儿的绑匪 他万万没想到 穷斯竟然会怀疑到自己头上 随即解释道 这四十天自己在外知情 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出现 是因为他躲在浴室里 安抚妻子的情绪 他不想暴露自己和穷斯地下情人的关系 随即用谎言去搪塞妻子 归根结底 自己是一名警察 无论如何 也不会去干绑架的事情 穷斯明显被说服 向其表达歉语 不过他还是很好奇 那扇门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杰克表示 这个别墅非常隐蔽 岳父在和其他企业家商谈项目时 都会把他们带到这里 至于谈什么业务 绑架也好 贩卖器官也罢 他根本不知情 保持糊涂 才是杰克的人生真谛 不过 他是装糊涂 而不是真傻 根据岳父的习惯 他轻而易举猜出密室门上的密码 大门打开 里面空空如也 或许阿荣已经做好孩子遇害的准备 但这里什么都没有 很明显超出对方的心理预期 他悲伤地趴在地上 不停地拍打着地面 穷斯上前安慰 杰克则悄悄来到对方身后 捡起地上的手枪 一枪带走阿荣 事后 杰克一直想要说服穷斯 阿荣不过是个瘾君子 因为用药过度 才出现异想的症状 穷斯根本不信他的说辞 质问对方 被绑架的孩子究竟在哪 杰克没有明确表示自己是绑匪之一 但从其字里行间中能感受到 他确实曾参与其中 这时 穷斯想要维护正义 但之前 他却是一个贪财之人 正是因为这些金钱 才让穷斯选择杰克 如今 每个人都从中受益 杰克希望穷斯不要太过计较 继续过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穷斯投入到杰克的怀抱 他并不是原谅眼前的杀人魔 而是趁机拔出其腰间的手枪 然后把枪口对准杰克 穷斯没有犹豫 果断扣下扳机 发现手枪卡壳 杰克没想到 对方竟然真的动了杀机 随即勒住穷斯的脖子 穷斯反手去扣对方眼珠子 这才挣脱束缚 他逃上二楼 将卧室门堵住 杰克一枪打坏门锁 然后破门而入 见穷斯还想逃跑 他抬手就是一枪 穷斯中枪倒在地上 杰克把他抱到后院 准备将其埋在这里 穷斯环顾四周 发现阿荣女儿的遗物 更加确信杰克就是绑匪之一 他从袖子里掏出螺丝刀 狠狠扎在杰克身上 然后用女儿的遗物完成反杀 他带着遗物 以及阿荣女儿的照片 坐上汽车 撞破铁门 向山下驶去 故事就此落下帷幕 没有把角色塑造得很丰满 他们不像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 只是被编剧强行摁着脑袋演戏罢了 演员的演技是这部影片最大的问题 也是无法接受的地方 女主应该是从一个拜金语 在经历阿荣的绑架案后 逐渐认清事情真相 最后实现自我救赎 然而 演员并没有将她的心路变化表现出来 除了演技之外 该片的故事情节上也存在许多问题 比如女巫占卜指路 女主中枪还能开车 这些都是小问题 最主要的还是阿荣和其老板 以及杰克岳父之间的矛盾冲突 究竟是什么 影片中没有给出答案 这使得整部影片中 一些角色的动机和做法 显得非常突兀 总体而言 这部片子没有多少看点 唯独女主角的颜值 稍微算是本片的亮点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 欢迎点赞评论和收藏 你们的支持 才是我们更新的动力